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位马大姐 她本是个大忙人 东家长 西家短 专帮人劫难亭 饥饿如愁 不记得是满腔热情 提前退休 心不下岗 还得拨几会儿啊 有一个大杂院住着街坊和寺林 新朋友就相识 便想发OTH 有事儿 没事儿成哥们儿 招间孙礼 奇茅蒜皮 锅瓦尔彰票 我的小盆 用我心换你心 人间他有真情 好 瞧瞧瞧 就什么着 爸明天见 爸 爸 爸 哎呦 干嘛呀 这么晚还不睡 我爸又改变主意了 明天双休日 他还是决定回来过 他刚才告诉我说 这礼拜工作忙就不回来了 是啊 我也刚告诉他 我们公司现在推广这个致富秘诀 你想现在我爸他忙什么呢 他忙扶贫呢 有着致富秘诀 能不赶紧回家来学习一下呢 学什么学 我上回不告诉你们 就你们那个骗人公司 推广这个致富秘诀 纯粹是蒙人骗钱呢 到头来啊 就你们自己治了腹了 可丑的又出书又半班还寒寿吧 是啊 妈 开头您不来打算参加来的吗 是啊 可架不住你妈我聪明 哎 我这么一分析啊 我就给分析出来了 哎呀 哎 世界上有着秘诀吗 要真有这秘诀 哎 就说这秘诀还真能治了腹 咱还改革开放干嘛呀 咱全国人民都跟着他 直接去赶筹发达国家 妈呀 不是那意思 人家这致富秘诀啊 主要就是交给你一些致富的诀窍 什么诀窍啊 致富的诀窍还用他交给我呀 我现在就可以交给他 基本上就是四条嘛 第一 考国家的政策 第二 考科学技术 第三 考聪明智慧 第四 考勤劳节约 我说的前面不前面呢 不前面你可以给我补充补充啊 补充什么呀 人家书上说的跟您说的根本就不是意思 人家这致富秘诀啊 主要就是告诉你一些具体的致富方法 然后推荐一些有把握的致富项目 那也不成啊 你爸爸现在河北干嘛呢 在扶贫呢 他现在每天想着就是 怎么带领乡亲们啊去致富 这书虽然骗不了我 回头把你爸给骗了 最后你们公司是致了富了 把你爸爸坑鼓了 妈 您看您说什么呢 我就在意那什么 我也不能坑我爸 那可没准啊 没准你那什么秘诀上就写着 哎 要坑人就先从熟人坑起 先坑父母 再坑亲友 再坑街坊邻居 再坑 行了行了行了 那人都说什么呢 我跟您说睡觉了 嗯 你不光不跟我说 没让你爸爸回来 也不准跟他说 听见没有啊 嗯 听没有 哎呦 哎呦喂 大清兄弟 早上吃饱了 车六万来了 还得说你们有钱人呢 福气啊 谁福气 嗯 谁有钱呢 谁吃饱了 嗯 就说吃饱了 也得分您问的是哪顿 还能哪顿啊 就早上那顿早点呗 您说是早上起来那顿啊 嗯 那也得分您问的是哪一天 嗯 我想说前天早起来那顿吧 我确实是吃饱了 等那天以后啊 我整整三天是没揭开锅呦 啊 三天没揭开 哎呦 那还得说你们有钱人呢 我 根本不用自个儿揭锅 自个儿不能做饭呢 就上外边饭馆啊 买着吃去了 哎呦 我还上饭馆买着吃去 我就他上饭馆药都吃去了 您说大姐 三天两宿 我是水米没打牙呀 我坐这么在家里头 跟耗着呀 硬挺着呀 我身扛着 我愣顶着 啊 那那那那 那还得说大清兄弟 你这减肥的意志还真坚定 要不怎么说你们有钱人呢 一体有钱行不行 哎呦 我身上要有一块钱 我至于饿成这样吗 哎呦 我身上现在是蹦子没有啊 我只好是这么生扛的 那那得扛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 哎呦 难说呀 扛到我有钱的时候吧 这回我要有了钱呢 我打算 活活吃出一头生牛 我估计 这幸福的一天 离我不会太遥远 只要我能熬过春节 我那四个亿的工程一上 啊 还得熬过春节 哎呦呦呦呦呦 您这熬得过去吗您 试试吧 就让咱这身体底子好 嗯 咱这身体有水足 嗯 再加上现在天天都躺在床上不动 就为了节省体力 减少消耗 是啊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嗯 那你干嘛一大清早就溜达出来了 别提了 何荣生 怎么 何老师 还知识分子 一点人事都不懂 那明知道我现在是这个情况吧 吃早点的时候你就背着点我吧 可非当着我的面 哎呦呦 方便面喽 磨鸡蛋 切香肠 割香菜 末了还撒上一层香油 弄到这屋里的这个香 你说这不是明白这欺负人吗 就说我意志坚强也不能这么考验我吧 没那么严重 实在不成你跟他商量商量 你就张张嘴 让他匀一面面吃不完 没那么 我潘大庆盈在这个面 我现在这个情况是暂时的 哦 我现在跟他张嘴 匀一半面 等我那四个亿的工程一下来 他要张口跟我匀一半钱呢 那就是两个亿 你说我是给是不给他 不给他 我掰不开这面子 给他吧 我那工程钱就没了 那咱也得走哪说哪 你现在就饿死了 还提什么工程呢 说的也是 要不我跟他商量商量 我得走 我得快走 跑 哎呦 万一他那一半面要吃完了 我还晕着什么呀 大清兄弟又吃饱了味呢 哎呦大姐 您老听见吃饱没吃饱的事成不成 啊 倒霉呀 怎么了 我往回家跑回去啊 就晚了这么一点 哦 小盒正好把最后一口面吃完 连把这汤都没有剩 哎呦大姐 买这么些菜啊 把一个星期的菜都买出来了吧 买了 这是今儿晚上我们家一顿的 啊 晚上这一顿的吃这么些好吃的呀 哎呀我说啊 猪门酒肉臭啊 路有冻死毒 撑的撑死 饿的就热死 哎呦大姐 嗯 要不咱商量商量 什么 商量什么 商量 我王大哥不是上河北扶贫去了吧 啊 平常家里的就您娘俩吃饭 对 哎呀你们娘俩一顿吃了那么些好吃的 您看 是不是找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帮着吃一吃 这样就快费心了 今天晚上呢 还真有一位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帮着我们一块吃 是啊 既然您非让我帮这个忙 我不能不给您这个面子 你还千万别给我这面子 哎呀这位男同志呢他不是你 今天晚上我们老王要回来 啊感情是王大哥回来的啊 啊那我就更得给您这个面子了 我更得上您家吃这顿了 那王大哥走了一个多星期了 我还真有点想他 在学校那边工作怎么样啊 我也非常的关心 哦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还得给他出出主意 怎么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 早日解决温饱问题 乡亲们的温饱问题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看你还是早日争取解决你自己的温饱问题 是啊我争取了 你等我那四个亿的工程来了 别老四个亿了 依我说呀你就顾掩了钱 是不是 哎就像上回你找那临时工 那个一天不也挣二三十的吗 瞧您说的要这好事我还能不去吗 小临时工夫不好找哦 哎要不这样吧大姐 干脆您雇我得了 我雇你我雇你干嘛 干嘛 你看您一人做这么几个饭 您哪忙得过来呀 得您就雇我给您家当小工宝来 您来我摘菜 不用不用不用 真不用真不用 您跟我别客气您别站手了 您快回去休息吧您 哎呀这干嘛呀你这是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我给您家当小工了 我也不收工钱 您晚上管我一顿饭就行啊 不是 大声兄弟 哪能让您真给我们家打工来啊 你看 不 上午帮我摘菜 下午还要帮我做饭 这不没有的事吗 怎么还有的事啊 上午不是都说好吗 今天晚上主要由我来掌勺 我还没上岗呢 您不能让我下岗呢 我还没打工 你不能让我磁工啊 咱们等于有口头协议 上午我来摘菜 下午我来炒菜 等到晚上您管我顿饭是吧 你这可有点讹人了是不是啊 谁让咱们接了街坊的住着啊 平时观也不错 您又不是讹我们一回了 这样吧 老王今晚回来 你要是愿意啊 就过来一块热闹热闹 我白请你吃一顿饭 这实在是 实在是不好 我平时白吃人家一顿饭了 我这次在你家白吃一顿 回头我那四个亿的工程来了 您再白给我要几个亿 我不管您吧 博不开这面子 我给您吧 或者我那工程钱也该不够了 你放心 你放心 您那钱我绝对不要 您就有金山银山 我也不要 那真是太难了 那太不好了 我平时白打您人情啊 嘿 我说你这不是气人吗 我白请您吃饭 您白请我吃 我也不能白吃 平时您怎么教育我呢 这人得靠劳动吃饭 我得劳动 是得靠劳动吃饭 可是您劳动 你会做菜 可 您别说了 我把您说啊 我做菜的时候也不比您差 今天活该我露脸 活该你们全家有口福 说说吧 把今天菜谱跟我说一遍 我呢 哎呦 怎么了怎么了 我这不好了 我这头有点晕晕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上吧 这晕晕晕晕晕 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还能干活吗 哎呦 那倒没有问题 这实在不行 你先给我找两馒头垫垫吧 回到晚了 哦得得 对 你这么一说就合理多了 哎 先吃点东西垫垫 什么晚上啊 吃多了 你还撑坏了 那那他也不完全是 哎呦 我这要是还是想帮您露一手啊 哎哎 我给你热热去 热热 来不及了 热热 哎呦 这冰凉呢 你看 哎哎哎 哎呦大县 你这干什么呀 我就说你做你的菜 我在旁边啊 给你看着指点一下 你搬沙发来干什么呀 您指点 我不能让您站着呀 我得让您坐着 我 而且坐得还得舒服服服的 我让您坐沙发 我给您沏上茶 您往这坐着 看着我炒菜 哪做的不好 您随时指点 哎 有点意思哎 我跟这厨房里转眼了二十多年了 还真没享受过这待遇 厨房里我还真就坐着沙 沙发了 你看 行行 这回您享受着了吗 享受着了 享受着了 哎呀这个享受还不贵嘛 两个馒头好像一个馒饭 哎大青兄弟 什么时候想上我们家打工来 随时园义 没问题 哎 我们做生意的人都这样 嗯 只要您花了钱 我们就让您觉得这花这钱花的值 嗯 花的痛 哎 今天花了明天还想花 嗯 这就是我们发财致富的秘诀 嗯 发财致富秘诀 哎 这还真有秘诀呀 可不是有吧 每个人都有秘诀 哎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是吗 哎 你又真有这秘诀 你自己怎么老发不了 谁说的 我那四十亿的工程一上来呀 咱别老提那四个一成五成 哎 咱就说着眼下 哎 你有秘诀 我没有秘诀 可你现在不还在我们家打工呢吗 哎 我坐着 你站着 我歇着 你干着 我呆着 你逗着 我说着 你听着 你要敢不听 你要敢顶嘴 哎 我还兴许就把你给辞了 哎 今天晚上是晚饭呢 还都没你的份了 别说嘛大姐 您说您说 我听了我听 有说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您说发财致富没有秘诀 那当然了 哪有什么秘诀呀 想致富 就得靠劳动 哎 靠劳动 必然成功 靠秘诀 肯定失败 嗯 你看 我不就是一个很现成的例子吗 我劳动了大半辈子 现在 我就坐在沙发上 磕茶聊天 哎 你也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你信那个秘诀 信了半天 不还是给我们家在这儿打工的吧 嘿 嘿 我这脾气 我要护士我干 怎么着 这意思 你点不服啊 想顶嘴 是不是 得 到今儿这晚饭呀 哎呦 我的妈呀 谁敢跟您顶嘴呀 哎呦 我是说 您说的呀 你怎么全面 什么 我说话能不全面吗 走 干脆别在我们家干了 啊 谁家全面上谁家去吧 反正我这儿不全面了 哎呦 全面全面全面 我简直连什么补充的都没有了 就剩下股掌了 你说我一个男人啊 胃口吃 是 是 是 爸 您快点吃啊 滚 吃完了 我要给您讲语我那制服秘诀 哎 哎哎 讲什么讲 什么秘诀 你们根本没有的事啊 甭信呐 你还听听发什么的 要真有什么制服秘诀 清许母扶贫还用得上呢 你可千万甭信他的 是不是 这天下午做饭的时候 我还跟那儿叫一大庆呢 哎 致富那得都靠劳动 秘诀哪成啊 是不是啊清兄弟 嗯 是啊 您就是这么教育我来这儿 嗯 可是我也没同意您的观点 嗯 嗯 什么啊 你敢不同意我的观点 那这是晚饭啊 吃这晚饭啊 我吃的差不多了 我也不怕你了 嘿 我这爆脾气 你这个 不是真的啊 我可是好意 我告诉你啊 不能不信这秘诀 人生在世 干什么都得有个诀窍 兔子靠腿 蓝靠牙 各个的谋生法 哎 您就说 只是我在人家蒙这根饭吧 我也用了秘诀 哎 大到发财致富 小到蒙吃蒙喝 没点儿觉得行吗 哎呦 那蒙吃蒙喝那秘诀 您您就算了 我想听听那致富秘诀 到底是一样的 王大哥 您就说那致富吧 哎 不管是谈买卖做生意 哎 出货进货讨价还价 都靠的是蒙 哦 哎 就相信种地也一样啊 种什么不种什么 什么产量高什么价钱大 天旱天落有灾没灾 这多半啊 靠的也就是个蒙 不是 除了半天您这秘诀就是蒙 蒙也不是秘诀 关键是怎么蒙 哦哦 哎 您就拿今天我蒙家这顿饭来说吧 嗯 我用多少秘诀啊 是啊 我是一环套一环 我一招接一招 嗯 是吧 我怎么没理会啊 哎 你理会了还叫秘诀吗 哎 我就是软硬兼施 嗯嗯 装傻充愣嗯 南京若海 云山雾照 你叫 我是恭您不备 投您所好 说大话 施晓恩 装可怜 骗同情 您是一盆火 按时一把刀 听不去 哼 听了就不像好人干的事 我听这有点乱七八糟 怎么像鼓鼓那三十六计 哎 没错爸 我们那制服秘诀也是这样 一条一条的 听着都不明白什么意思 那该听着 那我们那底下啊 都有那个具体的说明 还有那个具体的办法 还有一些参考的项目什么的 只要啊您认真的照着做 保证啊每条都能致富 这太好了 那那一共多少条啊 啊 不多 就几百条吧 可惜啊 我妈不许我跟您说啊 别别别老妈 爸 爸 要不然我简单的跟您说几条 过完了春休日 星期一 您已回河北 就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 彻底感变身去面貌了 好啊 你一定要说啊 得说啊 我得学几招啊 谁要敢不让你说我跟他急 我跟他急 你不要急 你不要拼 祖兰山区人民致富 他什么用心啊 我用心险恶 手段他毒辣 我知问了半天 他都没有不表个态 再不说 我可不给他机会了啊 爸 事到如今 您就表个态吧 要不然 可是江湖写恶啊 他表什么态啊 我的态度很明确 我怕谁呀 谁怕我呀 反正我 我就是 我坚决的啊 那个 听大伙的呗 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 不该管的闲事还是得管 虽说昨天像一阵我过眼云烟 从现在开始也不算完 你拍一 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戏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揭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事不能自顾自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太离谱 太离谱了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弄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儿早恋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余热还不吃 谁说是金元家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只要你有个信念 别说你忙你没时间